那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 这位同学让我推荐比较权威的书籍 老师可以推荐诗经学比较权威的书籍吗 因为这是我们神学导论 神学导论里我提到了这个诗经的问题 特别诗经当中圣灵信心等等 外在的原理和圣经本身的一些特性 然后以及我们内在的一些原理的问题 所以可能提到了这个诗经的问题 诗经学比较权威的书籍 我只能推荐给大家中文翻译过来的 相对还是比较容易找到的 然后相对还是比较不错的 其实我个人诗经学我是 当然你们学诗经学的时候老师会介绍 我个人的处理方法是诗经学 有一些诗经学的书 我还读诗经学之前我会读全诗学 一些不只是解释圣经的问题 全市的一些理论 包括哲学等等 历史上的一些理论 然后还有就是诗经学里面 其实也是流派也很多 当然我们读的是比较学界 比较公认的福音派里面的 或者是改革宗的 如果你纯粹就是没有基础的话 先读这些稍微保守一点的 健康一点的福音派的 如果有基础的话 等大家读了大学毕业 读了MD5结束之后 自己研究的时候 所有的诗经学都要翻看 就是说不能广读我们教派的 然后别的教派的他们在说什么 当然因为你已经有基础了 你对神学的立场 解释圣经的大概的立场 已经有了自己的立场 有一定的框架了 而且你也了解了一定诗经学的里面理论 它的倾向 它的这个前提 它的问题在哪 大概这个整个的地图已经知道了 所以你进入到森林里面 不会迷失 如果没有基础的话 一进入到诗经学那些书籍里面 你可能会迷失方向 或者是跟随某一个诗经学大师的理论 就那么跑了 或者是跟另一个 跟对了还可以 跟错了的话 可能就影响你的信仰 你对圣经的理解等等 就像我之前所提到的 有一些这个高等批判的那些学者 他们根本就压根不相信 圣经是神的话 或者是有权威的 所以他们把圣经 只不过当作一个历史性的文献 跟其他一般书籍一样 也是他们假设 圣经是会有错误的 所以而且是他们认为什么 这个圣经是由不同的作者 这种拼凑起来的 碎片的 所以他去解经的时候 他去诠释的时候 他会以他的诠释学的这个架构 或者是前提理论 去审视 去处理圣经 所以你要跟随那样的话 就毒害了我们的信仰 信心就完全被摧毁了 那如果有基础的话 当然是各种理论都看 然后你就看的时候 也是批判性的看 不能被他带跑了 然后看的时候 也不至于我们的这个视野太窄 你就发现他们在强调什么 甚至有一些某一些点 可能也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虽然我们不赞同他的观点 或者说他们的解释的前摄 或者是结论 但是我们要看 这样的话 对我们是有意义的 学习神学或者研究的时候 一定要广泛 不然的话 我们就视角比较窄 然后好像看见了 这个一平方米的房子 以为这个是全部了 这样的弊病 那关于大家呢 现在这个程度呢 我只能推荐 我没有查考全部的 我简单提了几个 值得推荐的这个试经学书 比如说这个基督教试经学兰姆的 这个是比较公认的 比较不错的 当然读起来可能有点难 对大家来说 那最简单的就是这个 伯克夫的试经学原理 小薄册的 网上有免费的这个电子版的 还有就是基督教试经学 克莱恩布洛姆伯格 还有哈勃他们 联合著作的 再也就是21世纪基督教试经学 奥斯邦的 他的也比较不错 当然也是可能有点难 难也肯 你看一遍 你记不住什么 但是你先尝尝味道 体会一下 然后总有一些该观念 有一些东西进入到你里面 我们学神学也好 学知识也好 其实就像这个发豆芽的过程 这个崴溢一瓢的那个水 或者是一缸子的水 当你倒向那个豆芽的时候 那好像看下陋续续很多 但是它会停留 包裹在这个黄豆也好 绿豆的这个外皮 或者是你包裹的那个布也好 纱布也好 它会停一些 然后这些水呢 就渐渐的湿润这个外壳 然后滋润渗透到种子里面 然后它再发嘛 这样反复反复的时候 它逐渐的好像漏掉的很多 但是还是有留下的 我们对知识的领悟和理解力 也是需要个渐进的过程 一开始可能是感觉好像 读了那么多 这个书到底说什么也搞不懂 但是有一些概念 有一些词汇 有一些印象会进入到你心里面 进入到你头脑当中 当你在基础别的时候 事物的时候 别的内容的时候 有之相关的时候 你就想起了你曾经读过什么书 所以有些书呢 可能需要反复读 有些书呢 可能是知识呢 在这个书里面 你看到了A面 但是在另一个书里面 你看到了B面 在其他书里 你看到了D面 C面 等等 就你对一个事物 你就给你不断地去补充 完善 让你对这个事情 有了一个立体的认知 我觉得读试经学书 读任何书都一样 在阐述某一个解释的时候 你先接触 这个作者是大概这个立场 他是占这个立场 去处理经文 解释的原理 那读其他的可能等等 当然读这个之前 先读一些什么试经学概论呢 这些就是历史上的一些试经的过程 什么亚历山大派 什么安提阿派 什么寓意解经 字意解经 希腊里面的 什么犹太人里面的 基督教里面的 这样的你大概那个坑 那个大的那个画面 那个地图有了印象 你当你读到这本书的时候 你大概 这个作者是我曾经学的概论的 他属于哪个流派的 等等 这样知识像网一样 一开始概论像网一样 给我们大的这个 但是渐渐的你去读一些单本的书的时候 这样的知识就补充在这个网的漏洞里面 使我们对试经大概渐渐的越充实起来 除非我们是做试经学研究的 专门是试经学专家 这个全试学试经学专家 以后专门教这个课 不然的话 一般人都是概论性的 或者读了几本书 要么就专门研究 把所有的市面上的这些书都买来看 然后去整理的话 当然这是个庞大的工程 所以从概论性的试经学概论 一些基础的理论 流派历史的发展 然后再读一些试经学是比较好的 我想这个以后试经学老师会给你们教的 然后还有就是实用试经学 这个赖若翰的 这个是中文出版了也很久了 值得参考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书 这个桂呆诺呢 是非常不错的 虽然它不是试经学术 但是谈到了从试经到讲道 非常实用 可能稍微对大家有点难 学术性的 但是肯一肯 尝一尝味道 总有收获 然后还有就是试经讲道的七阶段 这个是也是比较出版造的 大家可以看看 还有很多 我没有落列 中文版的这个试经学书籍很多 现在很多 大家可以搜一下 在百度上 在大家的各种检索器上去搜一下 所以都去可以看看 都可以去看看 这些呢 还大体上都是比较不错的 比较不错的 所以当然伯克夫这个是没毛病 有机会我整理出来的话 发给大家 就是更多的更全面 我这是早晨刚来花了一个小时左右 准备答案的时候 给简单的找了一个 能够临时想起来的这几本